聯邦政府宣布新增的軍費撥款對家軍仍然是好消息 但即將卸任的家軍參謀總長表示 仍然需要聯邦政府更加清楚地說明 國防部長布萊爾今天在商會聚餐上表示 本國面臨新的敵人、新的環境和國際形勢 重點不單在增加軍費更在建立新的整體策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防衛政策、工業政策、國際政策 都會影響新的現實和新的規定 但聯邦政府對國防預算時減時加對軍方造成混亂 早幾日在面對1300名軍方成員發表的演說上 家軍參謀總長形容情況艱難 所以我非常感謝這個困難的情況 因為在一旁我們宣布好消息 但在短期內我們必須去處理負責的負責 他表示需要對去年秋天宣布的削資措施 會否影響軍方運作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 削資措施無疑會對家軍運作先造成負面影響 然後今春的撥款增加帶來的好處 可能要一段時間先浮煙